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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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會現在繼續開會 處理臨時提案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一分鐘 首先我們請廖委員國動 廖委員國動 廖委員國動不在場 下一位我們請 吳委員致揚等十三人提案 請吳委員致揚 主席各位同仁 位於桃園大園的福海宮 它本身是一座歷史建物 而且它的年度祭典 在我擔任縣長任內 受指定為無形文化資產 這次在陶基第三跑道區段徵收案中 內政部曾經規劃 福海宮周遭會保留一百公尺的空地 但如今卻跳票了 大幅縮減到只剩數十公尺 最終福海宮會變成一座孤島 完全失去它原有的各項機能 所以為了不讓政府的誠信 重要的文化資產 以及地方的信仰三者皆輸 本席在此提案 除了要求保留原定的一百公尺空地外 為了保護重要文化資產 更要再增加實際運作所需要的空間 是否有當盡情公絕 謝謝吳委員 吳智陽委員等十三人提案 奏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嚴處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做以下宣告通過 下一位請蔣委員乃欣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員蔣乃欣等二十三人 有鑑於英國醫學期刊之最新研究 全球每年有四百萬名學孩童 因交通空屋而引發氣喘 平均每天新增一萬多起病例 而台灣每十萬名兒童中 就有四百二十名羅患氣喘 在全球一百九十四個國家中排名第四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全球每年約有四百二十萬人 死於空屋所造成的疾病 然而衛福部僅表示 將在空氣監測品質不良的時候 發布衛教新聞 提醒民眾少出門戴口罩請洗手 面對日益嚴重的空屋問題 政府難道只能消極地提醒大家 出門戴口罩回家多洗手 本席要求行政院 召集相關部會 立刻減少空氣污染源 以維護國人健康 是否有當盡情公決 謝謝 謝謝蔣委員 針對蔣委員 乃新等二十三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我們就通過 現在請林毅華委員 林毅華委員 還有吳智陽委員 林維周委員等十二人提案 那麼 吳委員 是您要來代替報告 還是怎麼樣 不行喔 好 那林委員他不在場 我們就宣告暫不以處理 現在請周委員 春米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本院委員周春米等十六人提案 偏鄉地區常因為生活環境及交通條件的不便利 使得公教人員不願到偏鄉服務或是不願留任 為此政府遞有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級表 提供地域加級 但是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級表 是以單一的服務處所到最近公共汽車招呼站或火車站步行路程遠近為標準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在106年12月公布 此時依該條例所授權訂定的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 雖然人偏重距離遠近與否的交通因素 不過同時也納入了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社會經濟條件等其他因素 因此也要求行政院責成人事行動總處參考這個認定標準 儘速修訂相關的辦法是否擁當盡請公布 謝謝州委員 針對州委員、村民等16人提案 奏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嚴處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我們就通過報院會臨時提案均以處理完畢 現在上會 請請看 請問吧 請請請 感谢观看